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来聊聊 2022年的综合所得税 要怎么缴 这个其实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包括现在五月份开始要缴税到六月三十号 今年的缴税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那今天呢也会教大家一些缴税的小撇步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一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节目重点 就是第一个 2022年缴税怎么缴 省最大 第二个 行动支付或者是信用卡缴税 要不要收手续费呢 这个会跟大家做个解说 第三个 小额缴税推荐使用台湾Pay 再加上信用卡来赚200刷卡金 大额缴税者呢 推荐你使用分18或24起零利率 那这样子到底可以赚多少回馈 这个地方也会算给你看 再来呢如果你是信用卡新户 你有机会赚1%到最高10%的回馈 这也是今天要推荐的 最后呢就是还有一招很棒的 叫做拆单赚回馈 这也是我这一次 我自己也要这种方式缴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一样我们画面的右下角 有这个完整的文章QR控 你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来扫码 你就可以一边听我解说 一边看我们的完整文字 好 接下来就是重点 第一个 2022年缴税到底要怎么缴 才能够省最大呢 所以我们先简单解说一下 缴税的方式 现在呢你已经可以开始到 这个国税局去做 你的这个缴税登记 就是说你自己去报税 完成报税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你今年要缴的税 如果你的年收都差不多的话 其实你去年缴个5000一万 今年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像我今年的收入跟去年差不多 所以我缴的税也是差不多那个数字 所以按照去年的做法 今年来缴也是一样的 好那你怎么选择呢 第一个大部分呢都是 pay tax 就是直接在网页上面做刷卡缴 或者是信用卡直接刷 那还有一种呢叫做台湾配 台湾配其实它也是取得授权 只能够缴一次性的 就是只限缴那一次 那你可以用本人或者是配偶的信用卡 也可以合并申报 或者是分开申报 你们可以分别去计算出自己要缴的税 那看看两个夫妻合并申报 有没有比较便宜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呢叫做超商的代收税费 这怎么意思呢 就是你其实产生的税单呢 你也可以拿到超商去缴纳 好那很简单 因为超商有很多代收的项目 比如说水费电费 好然后呢这个瓦斯费 好甚至你的电信费都可以在哪里缴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拆单的这个部分 其实除了众手税之外呢 好你的房屋税你的牌照税 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缴税赚取额外的刷卡回馈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搭配超商的行动支付加上信用卡 你就可以吃得到卡片原始的回馈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持卡直接去超商刷卡 那基本上都是没有回馈的 这是很重要的哦 是没有回馈的哦 好 讲完之后呢来讲下一个主题 就是信用卡跟行动支付缴税 会被收取手续费吗 好答案是 大部分都是免手续费的 好你也可以看我下面这边整理的 好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免手续费的哦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合作金库 第一银行 华南 彰化银行 上海商营 台北富邦 国泰市华 高雄银行 兆丰花旗 台湾汽银 渣打 台中银行 HSBC 华泰 新光 阳信 三信联邦 远东商营 元大 永丰 玉山 凯基 星展 台新 日盛 安泰 中国信托 如果你持有这些银行的信用卡 你拿来做缴税 是完全不用支付任何一毛手续费的 那今年就是有一家银行是要收 就是乐天信用卡 这个乐天银行不能缴 但是乐天信用卡是需要缴的 所以请你不要使用乐天信用卡来做缴税 因为它会收取你税额的一帕 你缴一百万你就要缴一万块的税给乐天信用卡 那是不划算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 如果你是小额缴税者 我会建议你使用台湾配加信用卡 最高可以赚两百元刷卡金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在台湾配上面有已经绑定你的信用卡 那你拿到你的税单之后 你扫QR Code 那来直接进行缴税的动作 那只可以缴一笔 这其实就跟你是用PayTax在线上刷卡一样 就是取得一次授权码 那就直接缴掉 那如果你自己觉得 好像其他的优惠更好的部分 那你必须要向第一次刷卡的那间银行取消授权 那才能够使用另外一家银行 所以请大家就是下好利手 想清楚了 想到哪一个优惠对自己是最划算的 那你再来使用 那为什么说小额缴税比较推荐这个呢 我们小额是指5000块以内的税金 那用这个比较适合 为什么呢 其实今年大部分的银行 大部分的信用卡公司推出来的缴税回馈 都是0.25%到最高0.45%的刷卡回馈金 尤其就是要缴百万以上 甚至有到千万才有来到 0.36% 0.45%这么高的刷卡回馈金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 如果你缴的金额只有几百块几千块 乘上0.2% 这个数字都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了 5000块的0.2%就是只有10元而已 那你不如把你的税单呢 直接使用台湾配在榜上 华南银行的信用卡 或者是第一银行的信用卡 那么就可以拿到200刷卡金 我觉得这是最简单 那你的回馈率算起来 其实很高 就是10% 20%以上 这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会推荐小额缴税者 差不多你的年收入在40到50万左右 那你要缴的税金大概就是5000块钱 那你就使用这个方式 对你来说你赚到的回馈金最高 那再来 如果你是大额缴税者呢 我会推荐你使用18期零利率 或者是24期零币利率 18期零利率比较推荐的银行是中国信托 那24期的话呢 它需要的这个门槛比较高一点 它是台北富邦推出来的 但是你需要它的财富管理阶级以上 可能存300万到3000万才能够使用到这个优惠利率 不然就是只有12期而已 那我针对18期跟24期 你如果要缴100万以上的税额 要缴100万应该算大额嘛 那你如果透过18期零利率 把你的本金放在高利活储的账户里面 那这样子你可以赚多少利息呢 我来算给你看 这个大额缴税者推荐12个24期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本金如果放在高利活储的账户里 升的利息其实会比你拿到的 这个刷卡回馈0.2 0.3还要高 那以第一个中国信托来讲 中国信托这张是华航这个顶重无限卡 那这张卡片呢 缴税他们标榜最高是1.6%的这个现金回馈 因为你是100元累积一里的礼数 那这个礼数未来可以飞之后 你可以把它换成这个华航的机票来使用 所以他们是这样算的 那我这边呢是以缴税100万来计算分18期 那你的本金如果存在银行里面 可以赚得的利息 比如说你第一期要缴5556元 5万多 那你的本金100万扣掉5556 大概还有94万 那94万如果放一个月的1.25%高利活储 你大概利息是984 那这样依序往下到第18期 你钱全部缴完了 那你也没有钱放在银行里面生利息 你平均算起来你的利息是8854元 那这个8854元呢 就比你刷100万的税 只有拿0.2% 这2000块钱 这个差多了 所以我会推荐就是 搭配18期零利率 那你的本金放在银行生利息 那你如果比较聪明一点 你可以拿去做市场投资 也许你可以拿到更高的这个利率 那个投资的利率 那也不一定 但是这个风险比较高 我就不推荐 但是你如果放在这个账户里面呢 就一定可以拿到的 那第二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富邦 它有一张卡片叫军益世界卡 那个是300万资产以上的人 就可以申请的卡片 回馈也不错 那如果你是使用台北富邦的话 它可以分24期零利率 你要缴100万的税来算的话呢 以分两年来缴掉 你的100万放在银行生这个利息 第一个月缴41666 那你还有958334元 放在银行生利息 每个月1.25%的高利活储 你可以赚的利息是998 依序 每个月缴一点 每个月缴一点 那到最后一个月第24期 你的这个账上的金额就归零了 那你就拿不到利息 这样全部算起来 你可以拿到的利息是11328 所以呢分24期 你可以拿到的利息反而更高一点 就拿到1万1 所以如果你有一百万的税额要缴的话 我会建议你使用18 或者是24期的零利率 这样子你可以拿到的利息数字 是明显比较高的 那你可能会有很大的疑问说 什么地方有这个高利活储1.25%的 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有 你来看 乐天银行呢 目前有一个活动就是 你如果前一个月有完成任务 那么你次月放在活储的利息 都有1.25%无上限 这个活动是走到年底 那有哪三个条件任一可以完成 比如说第一个 你有乐天信用卡 那么你账户来扣缴乐天信用卡的卡费 就是乐天银行的账户来扣缴乐天卡 那么你次月就可以符合1.25%高利活储物上限 钱就可以放了 不用解任何任务 只要完成账户设定扣缴卡费就好了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没有乐天卡就算了嘛 第二个 你可以用乐天APP里面有一个拍钱包的功能 那你在超商做消费五次 比如说你买五个彩蛋 就符合资格了 或者是你乐天再加上这个拍钱包 在PC Home 这个扫码支付 消费三次 每个月只要消费三次 这三个条件任者一 你就可以拿到1.25%高利活储物上限 然后每个月都要完成一下这个任务 那乐天卡账户扣缴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我会推荐你就是乐天银行账户开户 然后再加上乐天卡 那这样你就可以拿到1.25%高利活储物上限 你的活储资金就可以放在这边 那你可能会问说 这不是只到年底吗 那明年呢 其实美联储他们说 最近可能会开始有一些升息的动作 加一码加两码 所以我觉得国内的银行是有很高的几率 会持续往上做这个加码的部分 所以1.25%有可能成为常态 当然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几率蛮高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数字下去计算给大家看 所以你有100万 搭配18期或24期零利率 你其实可以赚到比较多的这个利息 提供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 你也不用缴那么多的税 没有关系 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适合小资组可以做的 就是新户办卡也是有好康可以赚的 从最小1%到最高10%都有 有三间银行 我整理三间提供给大家参考 来这边看一下 如果你是HSBC新户的话 你在4月初办卡 那你就符合这个资格 你可以拿这张卡片来直接刷卡缴税 5万块以内的话都是直接1% 这个现金回馈 那上限就是500 那第二个是赵丰 赵丰信用卡只要三年之内没有持有赵丰卡 再申请都是新户 那你可以拿到的是2%现金回馈 随便一张卡片都有 现在像我上面写的这张应该就是符合资格的 这个email happy又有太金卡 那上限一样是500 每一个人 那你可以刷2.5万左右 可以拿到这个500的刷卡金也很好 那第三个比较猛的是台新 如果你没有台新信用卡 你是台新新户的话呢 非常推荐你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官网 指定页面里面申请 不能够跟团 然后这个是限定官网的指定通路申请 才能拿到回馈 那可以赚多少呢 就是最高10% 你刷1万块钱的10% 可以拿到1000这个刷卡金回馈 这个也是蛮好的 所以如果你是这三间银行的新户 你就可以试着挑战看看 然后选择一间银行的信用卡来做缴税 也可以拿到1%到最高10%的回馈 非常的不错这样子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这个重点 就是所谓的拆单赚回馈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我们上面写的 就是国税局要给我们消费者方便嘛 因为大家会在超商缴税的部分 那因为超商代收上限是3万块钱 那如果你要缴的众所税是5万10万20万 你一定刷不过去 所以这个众所税我们的国税局呢 它就有提供一个拆单的服务 那你只要就是到国税局的官网 那你就可以进行你的数字拆单 比如说这边来讲 这个你可以扫我们的这个QR Code 那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这个画面里面 那你只要找到综合所得税结算税额缴款书 然后括号是自行缴纳的部分是15G 那你只要填上基本的资料 比如说姓名身份证字号电话 还有户籍地址跟这个基增单位 那所得年度是110年 今年是111 那我们要缴的钱是去年一整年的收入 是110年 那这个阴缴金额的部分 你就可以写上0到3万块钱 那产生的单子呢 你把它列印出来之后 就可以去超商缴纳了 那记得那些单据都要收好 因为你如果差很多单的话 如果你有哪一单单子是漏掉 你就会少缴钱嘛 那到时候国税局如果叫你补税 你就要提出你的缴税证明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拆单的服务呢 你可以列印成 比如说你今年要缴的税是5万块钱 那你就可以一张3万一张2万 那两张单子列印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去超商缴纳了 这是一个对我们消费者 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做法 我也是觉得蛮好用的 我每年都这样用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要推荐几个 不错的缴税有回馈的方案 比如说之前介绍过的星光OU点点卡 你绑在Femipay里面呢 在礼拜一跟礼拜三 去做缴税这个动作 那你就可以拿到最高有17%回馈 那经过我们仔细的计算 发现你只要产出15G的单子 金额是1562元 那刷这张卡片呢 你就可以拿到266回馈 那每个月只能够做一次 所以你5月1号到5月31号 你就是完成一次缴纳单子的动作 那6月1号到6月30号再缴一次 所以你就可以缴个3100 然后就可以赚个500多块钱的回馈 这个算是不错 所以小资组如果不要用台湾Pay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第二张推荐的 是星光怀疑现金回馈卡 再加上Femipay 这个就是周一到周日都可以缴 没有限定时间 那一样就是10%回馈 这已经是行之有年的 这张卡片呢 只要绑在Femipay里面做消费缴费 或是处值分明钱包都有10%回馈 所以你可以在5月1号到5月31号 来缴1000块钱的众所税 那你可以赚100 那6月1号到6月30号可以再做一次 所以最高就是缴2000拿200 那第三张呢 是星光银行的分期卡 这是Open钱包 分期期卡把它绑定在Open钱包里面呢 每个月呢 记得要登录哦 线上登录完之后呢 缴1000块钱 你可以赚110元的刷卡金回馈 所以一样 它这个走的是 你的信用卡的账单结贷周期 如果你是15号结账的话呢 请你在 比如说4月15号到5月14号之间 刷卡并且入账 那你就可以拿到4月份的11%回馈 那5月15号到6月14号 它会是一个5月份的账单 6月15号到6月30号你还可以再拿一次 所以总共最高可以拿就是330 所以要看你自己的账单结账周期 是哪一个区间点 那你就是在那个区间点里面去做刷卡缴税 一样可以拿到回馈 所以总计 星光有三张卡片 是我自己很推荐 我也很会用的 很喜欢用的 OU点点卡 然后还宇现金回馈卡 跟刚刚讲的分期期卡 这三张卡片其实就是 2022年的缴税神卡 提供给你参考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大额缴税者 但你又要迟到信用卡回馈 我再推荐你一招 就是 拉尔富有一个APP叫HighPay 那你把它绑定 这个台北富邦银行的J卡 或JU卡 Jpoints卡 是要点数回馈的 你就可以赚到2%的点数回馈 只要刷得过都拿得到回馈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的 那除了综合所得税之外呢 其实拿来缴这个刚刚讲过的水费电费 只要刷得过就缴的 就可以拿得到回馈 然后还有这个房屋税 然后还有法谈 其实都有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万用的 之前的话呢 是推荐在小七使用橘子支付 搭配台北富邦银行的 这个J卡JU卡 但因为那个缴税的部分 5月1号起 橘子支付已经封锁住了 所以我就推荐你改使用HighPay 这个APP 然后搭配台北富邦J卡JU卡 其实一样可以赚到回馈 提供给你参考 那再来就是我的缴税实测 我有缴两张单子提供给大家看 第一张是这个 星光分歧7卡加Open钱包 我在小七缴的 刷1000块 然后就可以赚110 那这个110会在下一期的信用卡账单 做这个账单折底 你个到时候下一期账单拿到的时候 你就再参考这样子 那第二张是我在这个全家 我是用星光OU点点卡 再加上Famipay 那我刷的是2272元来赚273 这怎么跟刚刚讲的这个1500多这个数字不一样 因为我拿到卡片的时候是4月29号了 它已经不是礼拜一或礼拜三 接下来就过了一个周期就变5月份了 所以我就缴一个2272元可以让我最大化我自己的这个11% 额外回馈的利率 这个这个数字 所以我就选择用2272 但是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缴的少拿到最高回馈 你就是选择在周一或周三去做缴纳 你这样子赚比较多 所以我刷2272可以赚273元 大概是这个两个拆单两张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那最后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策略 我今年的策略一样是拆单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的缴税金额在1万块以下 那其实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那个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台湾配 台湾配直接赚200是最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缴的钱是超过1万块以上 我就会建议你开始可以考虑用拆单 因为拆单搭配信用卡你可以赚到比较多回馈 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用银行的方案 那只有0.2% 1万块的0.2是多少 好像也才20块嘛 就是还蛮少的 所以我就会建议说 那你不如用拆单你可以拿到2%回馈 就是10倍的回馈 那至少就是1万块以上就拿200嘛 所以1万块以下呢 你可以使用台湾配 那不限金额就直接拿200 但如果超过1万块以上的话呢 最大话自己的利益就是 透过这些不同的信用卡组合 那你可以拿到最多最多的回馈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透过我今天分享的资讯 然后可以顺顺利利的缴税 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的粉丝页 然后在这一集影片的下面来 就是提问 我都会热心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吗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集内容有帮助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拆单的知识 缴纳众所税的基本知识 好 这对大家应该都是有帮助的 好 我是爆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